就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大家庭在这边也催的 那么大家可以可能这个地方看不到啊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 是有老人有孩子还有年轻的父母 是整个一个大家庭的 所以其实这边真正的生活模式 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欧洲人的生活模式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大家好又见面了 每回准备好题材 要照的稿区讲的话 就总是空撑巴巴的 总是会录完删掉 然后再重录一遍 那么今天的话也不例外 我现在归结可能是因为我戴的耳机 边在听歌 然后还边在想着稿子 跟大家说的缘故 导致我说了十几分钟 最后没办法 只能把前面的全部删掉重来 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欧洲的养老制度 有一些熟悉我的朋友就问我了 说查米利你到底是不是已经退休了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和国内退休人的状态差不多 每天到公园里散散步 要不拿着相机到市区去拍一些东西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你在工作啊 好吧 好吧我只能说我工作的时候 加班的时候 然后到处奔波为生活而忙碌的时候 我只是没有把它记录在镜头里边 其实在这边 所谓的一些中年养老是不可能的 你在这边除非你是财务自由 不然的话你是必须要为生活去奋斗的 欧洲也不是养懒人的地方 好 那么既然讲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欧洲的养老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是如何养老的 他们养老的资金来源有哪些组成部分 一般男性是从65岁开始退休 那么女性的话有些国家是65岁 有些国家是60岁 所以只有在退休之后 才可以享受国家发放的这样一些公共的养老津贴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知道年龄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均的寿命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多么的不公平了 再以波兰为例 男性 波兰这边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4岁 而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2岁 也就是说 男性在退休之后 最多可以享受9年的这样一个免费医疗政策 而女性的话却可以享受长达22年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说什么女性的工作 没有男性上升空间大 女性的待遇不公什么什么的 对吧 想一想这个你就会发现 好日子其实在后头呢 除了年龄之外 另外一个想说的就是哪些人是可以的 只有在欧盟生活并且持有欧盟公民护照的这样一类人 才可以享受免费的公共医疗 到这个地方可能99%的人就要关机了 我不看这个视频了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说的话 不要着急慢慢去看 其实对于很多持欧盟护照的欧盟公民来说 他们的这样一个养老金也是有多个部分组成的 也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单一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 公共国家发放的这样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 除了现在年轻人缴的养老保险之外 还有就是一些社会的救助基金 还有就是养老基金在社会方面投资得到了一些回报 这些钱的话都会拿来用于目前的老年人的养老金发放 说白了就是用你现在的钱去养现在的老人 然后你的话是下一代年轻人来养你 那么这个钱的话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多 以波兰这个消费不是特别高的地方为例 养老金发放差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三四千人民币的样子 发到每一个老人手里够做什么呢 够他们基本的一时住行这样一些基本生活开销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养老金其实除了国家发放的这一部分之外 还会有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的组成就要看你年轻时候的积累了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退休的单位单独发放的津贴 或者说自己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可以分红 或者有些人还会在退休之后打一份工 比如说给别人做保姆或者说是家政类的 或者是到其他公司去做一些兼职的不算特别重体力的这样一些劳动 来赚一些额外的养老金 当然了还有一些人是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 然后银行以这样一种以房养老的形式按月去还你的这样一个房屋的价值等额的贷款 不能算贷款吧 就相当于银行 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然后银行给你每月分一部分钱 然后直到若干年之后 这个房子的所属权就归银行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每个月有额外的一笔津贴 可以用于你的生活开销的 那么拿着这个贷款 北欧那边的老年人活得还是其实比较好的 我听说过很多北欧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去享受生活 去环游世界 去北极探险 去南极探险 所以说欧洲人的生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潇洒的 但是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要有工作 要交保险 另外就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像我刚才说的 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4岁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在退休之后只有9年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当然了 如果你超过74岁的话 那么我只能说恭喜你赚了 好 关于欧洲养老 其实比较简单 我说的比较简单 也没有说太多的很详细的机制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多少还是有一些不同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去查这样一些东西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还想纠正大家一个误解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欧洲这边的老年人是不管自己的儿女的 或者说自己的儿女也是不需要管自己的父母的 其实这种理解是完完全全错误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他们的子女其实都还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而且我周边很多朋友他们也会每周定期的去看望自己的父母 或者说是甚至说有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也会给自己的父母一些赡养费或者说是定期的打一些钱过去 当然了对于父母也是一样的 这面并没有说父母等孩子到了18岁之后就把孩子直接推出去 然后什么都不管了 据说欧洲人这边因为他们比较实行兼职啊 或者说是自己打工自己赚钱的这样一种生活模式 所以说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外边做零工赚一些生活费 但是实话实说这个生活费其实很难cover到自己所有的生活开销的 而剩余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父母去给的 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大家去纠正的一个观点 欧洲这边其实家庭的这样一些亲子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的 当然了这边很少会有像国内那样父母给看孩子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偶尔看一两天还可以 但是长期看确实是没有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下午下班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接孩子 然后看孩子 或者说家里边会有一个人全职的在家看孩子 这个可能也跟欧洲这边整体的一个工作氛围有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欧洲人的话 他们下午下班的时间都是在四五点的时间 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种学龄前的儿童的话 这个时间可能更早 比如说三点钟你就可以下班 所以给你看孩子的这样一个时间是更多的 而且政府在同时也会有一些补助 比如说像波兰这边每个月就有500自洛奇的这样一个育儿补助 一直可以领到孩子18岁 所以说对于很多家庭家里边有两三个孩子的话 那么这个钱差不多也就够这两三个孩子一个月的伙食的钱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养孩子虽然说要投入很大的精力 但是确实压力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参考 如果你想在国外养老的话 一定要打消一个误区概念 就是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在国内挣钱 年纪大了以后在国内在国外养老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落叶归根 如果说你生活的前50年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话 那么你觉得你后面的20年或者30年能有勇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吗 语言不通文化不通 你对当地的环境完全不了解 只是有一张签证 你敢去那边吗 我觉得是不敢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不做结论性的东西出来 但是你可以去想一想 这样一个在国内赚钱 在国外养老的这样一种想法 到底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 而且现在国内的开销这么大 你在国内赚多少钱 才可以保证你后面20年或者30年 能够衣食无忧的在这边生活 好 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着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X米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